就可以進到程式設計的畫面 這個地方有沒有 當使用者點它一下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去計算結果 並且怎麼樣呢 告訴使用者說你的結果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按一下 這個按鈕的時候 我必須要取得什麼 取得 三個資料 有沒有 所以在取得三個資料通常 我們會怎麼做呢 先建立三個變數 這三個變數就是可以暫時存放 我要 把資料暫時存放在 那個變數上面 當然VBA 我講過了 VBA實在是 很簡單的一個語言 你不用宣告也可以用 但是你宣告也可以 宣布宣告都可以 所以 全世界大家沒有這種程式語言 是 要不要宣告都沒關係 如果你是Java或者C的話 那不可能 因為你沒有宣告怎麼可以 但是 VBA是可以 那我們要取得哪些資料 第一個 借款金額 利率 跟年限 這三個 所以我們就宣告 三個變數 分別是 X Y Z XY 好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95頁 其實基本上 我是 參考這個 上面 這個還寫的 還OK 好 最後的話呢 會有一個 最後 如果 因為我們是以萬元為單位 所以這個地方看你要不要再宣告一個W 以萬元為單位 所以呢 我必須要再乘以1萬 再把它做轉換 不然的話呢 他輸入 100 你以為是100塊 不是 要再乘以1萬 OK 那最後的話呢 計算 我們中間要做這個計算 計算什麼 我們可以用一個函數 叫PMT 這個PMT 我想在以色列裡面 大家有用過 PMT 就專門算 利 利 這個 算那個 銀行利率的 那這個 PMT 之後的話 我就把結果 怎樣 輸出到這裡 每月 償還的 金額 那另外還有一個 重新 輸下去的話 把這五個東西呢 分別都清除 乾淨 好 那這個 了解這個流程 之後的話 請各位 這個上面名稱 先 把它做一個修改 分別1234567個 7個名稱修改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城市的賺錢 OK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